这个原话 平时虽然对我不顾尊重 但是毕竟是我师父的 一根毒苗啊 我 我能做的就这些了 我走了 对了 此事千万不能跟师父讲 还有啊 此事不能闹大 对 救出原话之后 一定要告诉他 这是我的功劳 让他以后对我客气点 就这样 对了 时辰差不多了 准备都少了 记住 一定要干得肯尽力索 落 冰冷 雪 冰冷 白 吓 出 undoubtedly 老爷好 大人 胡大夫可曾出门 不曾 一直在房里面吗 都坐了大半天了 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 对 完了完了完了 爹 爹 我在这儿啊 你怎么来了 我想拿一个退兵之策 我心中高兴 想来赶紧告诉爹爹 谁知道爹爹不在书房 我就寻到这儿来了呗 深更半夜 你一个女孩子家 要早点休息吗 想什么退兵之策 怎么 爹爹看不起我们女孩子啊 爹不是看不起你 是不想让你为爹操心 快点回去吧 爹 你听听嘛 万一要是有用呢 好 说来听听 这个办法吧 我 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 你看看你 我叫你说 你又不说 想起来了 是这样的 就是说 爹 咱们能不能 赔董兵一些银两 让他们放了曹操 傻瓜 曹操刺杀的是董卓董太师 是赔钱能搞定的吗 爹 你不试试 你怎么知道呀 好了好了 现在很晚了 快回去 试试吧 试试 姐姐 走吧 回去 去 大人 驾 驾 驾 快跑 走 快跑 快跑 这个圆花怎么还不回来 有人来了 快走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快走 快走 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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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夏侯将军让我转告 事情已经办妥 确定 是我亲手把花圆推到水中淹死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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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事 应该没事 不是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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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对不住啊 那个我问你 那个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花圆酒后失足 已经溺水身亡了 什么 花圆酒后失足已经溺水身亡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是真的 对不对 你 您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对不对 死了呀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亚军死了 那人是谁啊 你们说谁死了 小姐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呀 你快说呀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什么 我都 可得 淹死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都 可得 淹死了 你不是去救她了吗 你 才知道我是 你 你傻呀你 你以为那个香案 她会自己跑到你窗窝下面 我 我就是去报了个信啊 我 我就是去报了个信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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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亲手把她救出来吗 我 我害怕 你再说一遍 我害怕 我 真没有你 师弟 这不是真的 云霍 这是师弟啊 云霍 是真的 她已经死了 你就死心吧 我不信 我 小姐 云霍 云霍 师兄 是你救了我 吓死我了 救你 我以为我死了呢 你到底怎么招惹 那夏侯勇和县令的 夏侯勇和县令 他们勾结 想要兵变 被我发现了 所以 他们想杀我灭口吗 还好胡搬先来报信 我才得以救你一命 喏 夏侯勇的投降信 叫我在有必要的时候 用来要挟他 我要去找曹操 不然他会吃亏的 董君围城 就是为了抓曹操 你让县令和曹操去斗法呀 咱们是大夫 管好治病救人就行了 可是曹操 他是杀董贼的意识啊 这可是大是大非 怎么不能只顾了自己的性命 而不顾大义啊 什么大是大非 你要去告诉曹操 曹操 他不打开杀戒啊 县令要是人头落地 你忍心让明星 没了新爹 这 也是 我想到个法子 一呢 可以帮助曹操 二呢 又可以不让县令受难 你觉得怎么样 当真 当真 如果要是成功的话 你得借我一样东西 不 两样东西 什么东西 难道你想让我光着脚去见曹操啊 你抢走了我怎么办啊 这荒山野岭的 你又没事 你就慢慢溜达回去就行了 这全是石头 这就是我想借的第二样东西 走了 师兄 圆化 圆化 你 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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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圆化 惠娘 慢点 圆化 你慢点 乌生 惠娘 乌生 你别人担心 圆化 你别人担心 圆化 惠娘 你怎么了 惠娘 你 圆化 小姐 小姐 圆化 圆化 惠娘 你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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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化呢 圆化呢 圆化没事 我把她救起来了 真的没事 救活没有 救活没有啊 没事 她自己跑着走的 那人在哪儿呢 在破庙吧 破庙 破庙 快 快走 走 你慢点 小姐 我会去当她 惠娘 慢点 你慢点 惠娘 来 诸位兄弟 咱们再满饮此杯 干 干 夏侯兄 这大半夜的 都尉突然大摆宴席 莫非是知道我等 今日憋的委屈 来打打牙记 犒劳犒劳 好 你们几个都下去吧 诺 诸位兄弟 此刻仗中已无外人 我这儿有书信一封 哪位能带我送给董兵 此乃何信 投降信 投降信 去吧 这个囡团 这位分手 这位兄弟 各人愿忘 刚才众兄弟奋勇请命 此刻为何无人敢言 尔等既然无人愿望 那此信可留有何用 操乃凡人 现在是敌强我弱之事 偶起投降之意 也算是人之常情 望兄弟们勿效 大哥 大哥 这位兄弟 这是为何啊 既然尔等 无人愿待我送这投降之信 那咱们就当作今无此事 以后共同抗敌如何 大哥 你的奸伤阴天下雨还疼吗 那日你多言几句 曹人体罚于你 我已责骂于他 主帅卧病在床 士兵稍有议论 也无不可 毕竟都是自家兄弟 难道你还真有烦我之心吗 世子追随大哥 世子追随大哥 让我静静地在这儿等他 都下去吧 曹安门 安门 来 坐下来 来 慢点儿 让我看看 疼吗 他 我看哪 又错位了 又要恢复几天 疼吗 我 这里呢 这点疼算什么 我说你小子平时看着吊耳郎当的 碰见大事啊 还真有点智慧 你这个计策不仅收回了人心 还避免了杀戮 你小子有两下子 我就只有这两下子啊 你想想看 我既保住了夏侯勇的命 又让他死心塌地地为你效命 你保存了实力 对抗懂病 这可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是啊 大哥 这伤筋动骨百日难遇 今日你虽智取重将 可是这军中吴帅 迟早有一天还要出大事 阿满 你显快点好吗 时关稳定军心的大事 我是求之不得呀 那你相信我吗 我信你 那好 明天 给我派几个帮手 让我们一起去见证奇迹吧 我先走了 华先生 你还没说怎么治呢 不用去管他 大哥 县令怎么办 要不 我们今天突袭 大敌当前 联兵为上 慧娘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月花 你可回来了 怎么样 没事吗 我没事 这么晚 外面这么凉 你怎么不进去呢 你这衣服怎么都湿了 我熬的姜汤 趁热喝了 我看你也挺凉的 你先喝吧 我没事 你快喝 你不喝我不喝 你 好好好 我喝我喝 你喝 我喝 时候不早了 你先睡吧 你不睡吗 我睡 不过今晚 我要当回木匠 当木匠 你赶紧睡吧 但活着就好 我们走吧 什么 华佗没死 小的也是刚刚才知道 是不是你从中高贵 大人明鉴 大人 我昨日在房中寸步为离啊 夏侯勇送来的投降信也不见了 昨日书房内就只有你我 不是你偷的还有何人 大人的 我是一大夫 我偷夏侯勇的信有何用啊 我什么时候 我叫你起来了吗 大人 我 起来 再说了 昨日我一直在房中 我怎么去救华佗 我怎么去给他报信呢 爹 爹 华佗落水医师 是否和你有关 华佗落水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今晚前来报信的人是谁啊 此人是曹冰 你当然没见过了 他来找你何事 他来找我是替曹操传达商议粮草药物之事 你也知道 董兵围城两月有余 城中医药粮草所剩无几 总要想个办法才行嘛 你 肯定知道什么 说 小姐冤枉啊 这 这谢灵大人和曹操商谈军机大事 我一个大夫我知道什么呀 装 不不不 我没撞 我我苍天在上 我胡奔仙如有半句假话 让我 让我这辈子见不到新莲 你发誓就发誓 你扯我 你扯上我干什么 好了好了 别闹了 送小姐回去 是 让开 走吧 小姐 我说的就是真的吗 大人 通知所有兵族 今晚死守县阳 若有人来犯 格杀勿论 是 小姐 你刚才又故意跑到信令书房 去闹那么一通 你是想干嘛呀 我若不做做样子 爹爹肯定会怀疑胡半仙 岂能饶了他 原来 你是为了帮胡半仙解围啊 毕竟半仙冒着风险传信 救了华佗 小姐 你这舅也救了华佗 也沿着河边找了华佗 可是她回来 你又不见她 毕竟早点和好 你们也不至于天天这么痛苦呀 你别忘了 华佗她说过 她会在破庙等你 一直等到你来 去了 又能如何呀 又能如何呀 刘 肖 好 刘 肺 抱 这是什么 你怎么打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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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佗 你这是做什么 当然是给你大哥制腿呀 袁华 袁华 你干什么呢 你别又闯祸了 师兄 你别担心 这就是我发明的接骨床 接骨床 华佗 此床真能接骨 你不信是吧 试试看 你就知道了 大人哪 我们要好好想想后路啊 我听说 我听说 昨晚曹操兵不血刃 便降服了那些 准备投靠大人的曹军将领啊 恐怕 恐怕 他已经得知县令大人 与那些人有过密会啊 恐怕 好了好了 这个曹操果真是个人物啊 卧背在床 也能玩弄全属于鼓掌 是是是 大人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大哥 这华佗可信得过 难道你有什么办法 没有 县令大人到 开始吧 且慢 曹都尉 今天还好吧 好 有劳县令大人关心 多谢了 小民见过县令大人 大人 你怎么了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 对了大人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沉入了江底 后来醒来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 难怪您的脸色不好啊 您见到我 就像见到鬼一样 行了 你这做个噩梦 还跟县令大人唠叨半天啊 不是 你这又出什么幺蛾子啊 大师兄你想知道是吧 那我就慢慢地告诉你 你叫什么 大师兄 对啊 你是我大师兄啊 我这个人很清楚的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行行行 什么恩怨怨的 你叫什么都行 我问你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宝贝呢 叫接骨床 可以让人的骨头呢 恢复原味 不管是曹操也好 还是普通老百姓也好 只要你们有需要 都可以上这张床 华佗 大敌当前 主帅安危 事官胜负 你竟敢用此等奇迹 引巧妖言获重 若出了意外 伤了都尉 你该当何罪 大人 要不咱们打个赌 打 好了 县令大人公务繁忙 日理万机 就不有劳县令大人了 这件事情 由我自己决断如何 我曹操信话托 没错 咱们是好兄弟 曹阿门 咱们开始吧 华佗 华佗 你到底行不行 闭嘴 必须 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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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哪 这真是我要不要派人拦住话多呀 安安 哪 你试试看 你能走路了呀 能走啊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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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大夫 真是怪的啊 一招是神效忽了 对啊 神效忽了 看着他 对啊 神效忽了 对啊 神效忽了 我知道 神效忽了 咱们瞧病看病 还得找华佗呀 太厉害了 华佗简直就是 乔军第一 诸位僵士 随我曹操 一同出城 杀他懂贼 骗假不留如何 卫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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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昌 你这个师弟 真厉害 对了 您不是一个师父教的吗 怎么他能想出这个招 你也想不出来 卫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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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怎么走了 你怎么来了 对了 恭喜你啊 治好了曹操 你现在是乔军第一名医了 你到这儿来干吗 外边好多人找你呢 师兄 你怎么这么说呢 什么第一第二的 你还当真的 有什么当真不当真的 从小到大 你要学什么东西 做什么东西 永远都是最出风头的 师兄 要不这样 以后你冲在前套 我躲在后面 行了吧 我干吗躲后边啊 我无诚想冲在前面 想出风头 师弟 你也不用躲在后面啊 师兄 咱们以后呢 两兄弟有什么好争的 说实话 平时别看我吊儿郎当的 我治病救人的时候 绝不含糊 接骨床的事情呢 我捣捅了很久了 这个画面一直在我心里 正好呢 曹操受伤了 这才派上用场 我了解你 平时疯疯癫癫的 永远是暗自用功 自亏不如啊 你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我关心的不是这个 我想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 慧娘她 慧娘怎么了 你别吞吞吐吐的了 你真不知道 师兄 以后再说吧 原话 原话 你没事吧 你 有事 什么事啊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你说人话 那个 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 你看啊 现在的局势是这样的 外 有洞兵 内 显灵大人和曹操 又貌合神离 所以 我们今晚必须走 怎么走啊 今夜三更 北边树林剑 好 好 哼 哼 我有臉了 我有臉了 胡半仙 起那么早上哪儿玩去啊 去 赶紧的活去 哪儿那么多话 连连 连连 我昨儿等了你一晚上 你为什么不去啊 你看你看 我给忘了 忘了 你一晚上没睡觉啊 老爷 大人 你拿着包袱干吗去啊 我早上去集市买了个东西 走 跟我去城门 城门 你忘了 我说跟曹操借点东西 对 你一会儿说过两天就告诉我 马上就知道了 走 那你等我一下 我把东西放回去 走 我先到这儿了 走 我先到你去 你去 我先到你去 我先到你去 你去 我先到你去 你去 大人 是我失职 我对不起大家 我今天呢 豁出去这张老脸 给大家去借点吃的 好吗 好 好 好 等我跟大人走 走走走走 走走 大人借好吃的了 借了大人借好吃的了 走 借好吃的了 大人 没有我们家曹都尉的命令 谁也不能通过 那那个 那烦请你啊 转告一下曹都尉 我们呢 两军呢 一起联合抗冬 本应是有福徒享 有难同当啊 现在我军呢 粮草不足 你看你们这儿 粮草都放这儿也用不完 我们县令大人呢 是特地来借粮食的 麻烦你通报一声 大人 我只是一个守卫 这个事情我说了不算啊 现在我军等米下锅 你先借我几袋粮食 我回头跟曹都尉说个明白 大人 此事小的真的说了不算 这就怪了 你说我们与曹都尉共同抗冬 应该同心敌忾 同生共死 这怎么 我们这点粮食 难 难道连一袋都不借吗 这也太小气了 对不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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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气了 我说胡百姓 你叽叽歪歪又起什么哄啊 华佗 咱们哪儿都有你啊 再说了 我起什么哄啊 我们没有粮食时 我们来问曹都尉借一袋 有错吗 是 是没错 可你不应该为难他呀 他又做不了主 他要借给我们 我们不就不为难他了吗 对不对 我觉得凡事呢 要也给我商量啊 大敌当前 军民要团结一条心嘛 说得好啊 说得实话都一条心 这一道粮食之事 那怎么曹都尉 怎么就不一条心了呢 我曹操定会跟乔郡军民 一条心共生死 曹都尉 你来得正好 刚才他们要抢粮 既然你来了 我就要替县令大人说话了 你堆了那么多粮食 你不能独吃啊 粮食看似甚多 但是大敌当前 仍需仔细调配 至于借粮之事 改日再说吧 他们等米下锅呢 怎么能改日再说呢 不是我不借 是我根本就没有 没有 那些是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些粮袋里 没什么粮食 装的都是 从地道里 挖出来的泥土 泥土 你还有地道战术啊 这事你放心 我若不拿出点粮食 恐怕地道之事就会露馅 就是 这样吧 待我明日 稍许调不出点粮食 也算跟乔军军民同哲共计了 这样吧 我去帮你打打圆场 大家听我说啊 刚才我跟曹都尉商量了一下 大家多多谅解 给曹都尉一天的时间 让他用一天的时间 重新调整粮食的计划 明天就把粮食拨给大家 你们看行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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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子 那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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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人 诺 速取南门 把这口子给我封上 诺 刘 ошел 我 你 你 你 干什么 画桶 四景 秀建 为什么 不能去啊 画桶 秀建 画桶 快点 回去 危险 别说了 快走 快放手 我说这危险